你知道死士与金刚狼中出现的光头女反派究竟有多强了 她到底有哪些超能力 这位光头女反派也就是X教授的双胞胎妹妹卡桑德拉诺 一开始看预告片的事 不少观众还以为她是邪恶版的补衣法师 因为无论个人形象还是装扮者 都跟补衣非常相似 另外片中她还曾经在续空之境捉到了奇异本事 把她不活折磨死了之后还夺走了她的旋径 使得她可以随意开启传送门 这下更像补衣法师 从死士与金刚狼登场的所有变种人来的 卡桑德拉诺瓦无疑是最强的存在 她跟凤凰女情格雷一样都属于等级最高的欧女企业集变子 诺瓦已经到了随便挥挥手就能将别人错补杨徽的地 片中最惨的无疑是霹雳 被死士打小报告之后 她只是仰仰手就让对方变成一堆股价 按照漫画的设定 诺瓦属于X教授的粉素 当X教授在娘胎的时候 没有肉体形态的诺瓦便利用了 教授也能构建自己的身体 然后复制了她的心灵感应 使其成为教授的双胞胎妹 诺瓦打从娘胎里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家 她还是不用期待内心自己的双胞胎中 按教授只能凭借自己的存生意识 利用心灵感应能力给肌肤 最终导致女性流产 邪恶的妹妹最终胎死腹中 而哥哥则顺利出生 当然诺瓦并没有因此死去 她其中一个能力便是因为复制 她以细胞的形式 在医院的下水上活了 然后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为自己不止不够多的死亡 可以构建出自己的肉身 电影中诺瓦所展现出来的超能力 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是意念一 能够操动生物 无生命的物体 随便动动手指 就把死士和金当狼手的盘盘子 第二则是自愈能力 她所具备的自愈能力 丝毫不逊色死士和金当狼 她的再生和愈合速度 是正常人的适量 即便四只都被削掉 依旧可以快速生长 影片中诺瓦被金当狼 用六只钢找刺穿胸膛之后 这家伙完全一点事都没有 便是多亏了她强大的自愈能力 第三种能力则是定向 诺瓦有能力通过 移动物体原子之间的空间 来实现穿越物体 电影中她最喜欢折磨别人的作品 就是将手指伸入别人的大脑中 探来探去 便是使用了定向能力 而诺瓦的第四种能力 则是心灵感应 除了可以像Lex教授那样读取 抹除 篡改别人的记忆之后 她还可以将精神能量 集中在特定的目标上 从而可以释放毁灭性的力量爆炸 可以这么说 她的心灵感应神 销售的进化人 其能力凌驾于 其他强大的心灵感应者 电影中诺瓦看似 被困在虚空之境当中 然而实际上 她是有能力随意离开这个地 只不过她喜欢待在虚空之境 她热衷于在那里 奴役各种各样的marriages 就连时间管理局也耐火不了 电影中诺瓦在结局中 看似灰飞烟灭 但她其实没那么容易死 随时都可以不活归来 若按照漫画的设定 洛瓦是很难被杀死 即便肉身费 她依旧能够将她的思想 和力量转移到其他副作者 X教授从被非共同弄得灰飞烟炼 但是她后来是将思想 转移到她的植物雷帝身上 从而死而不生 因此影片中 这位粉布鲁斯的光头法 派在未来依旧有 人体从来的